他背负被鼓骂名 脱党参选桃园市长 掀开民进党茶壶内的风暴 我不要 那不要的原因就是看到我们整个轮上 我们的力量要其中不能分散 请郑运鹏就是肯定郑文燦 民进党分裂 让到那年底桃园市长选战陷入四方角力 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就有四五千东海外的账户来攻击我的脸书 用这种方式来跟政府来做不当的获利 这五千七百多万就是一个easy money 那五千七百万的经费 如果有一块钱掉到我口袋 我就退选 市民不再需要在蓝绿之间 选一个比较不烂的候选人 本期台湾新闻脸 带您聚焦复杂诡诀的桃园市长选情 稍后即将播出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 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 我是艾科主 打开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 回看点播任你行 台湾年底九合一选战持续升温 在最受关注的所谓六都市长部分 桃园被视为关键战场之一 也是选情最难预测的地方 民进党在经历了 彭上奸下的临阵换将之后 又遭遇党籍前民代 郑保卿自行登记参选 以正式分裂 使得桃园的选战态势 从原本蓝绿白的三足鼎立 变成了如今的四方角力 那么郑保卿的参战 会给桃园市长战局 带来怎样的影响 桃园选战的胜负 又会给民进党的权力结构 以及2024选战 带来怎样的连带效应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 节目开始 我们先从郑保卿 托党参选说起 台湾年底桃园市长选战 民进党方面一息数变 原参选人新竹市前市长林志坚 被台湾大学 台湾中华大学认定论文抄袭后 宣布退出桃园市长选战 民进党紧急改提名 党籍民代郑运鹏参选桃园市长 郑运鹏到赛 达成目标的能力 完全不输郑文餐 你同意吗 同意 他同意的 8月27日晚 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郑运鹏 在桃园市扬梅区成立第二处后援会 蔡英文 桃园市长郑文灿等人到场力挺 不过当晚在另一个场合 民进党籍前民代郑保卿 给桃园市长选情 丢下震撼弹 我决定参选桃园市长千辛万苦不转弯 叫一个失定失灵的来参选 我跟不对 又继续叫一个 挺超市人 我要参选的 现年67岁的郑保卿出生于桃园县 毕业于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 为民进党创党党员 他不仅在政界深耕 还在商界成立三家生计公司 并担任董事长 此外还在学界接任教授 及副校长等职务 1996年起 郑保卿连续担任两届台立法机构民意代表 期间还担任台立法机构民进党团总召集人 2005年 郑保卿经民进党提名参选桃园县长 不敌决逐连任的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 2016年 郑保卿当选桃园市第四选区民意代表 2020年挑战连任失败 郑保卿曾在岛内网络节目中 谈及自己深厚的资历 还拿赖清德和郑文灿做比较 郑保卿来做立法委员的时候 刚来做立法委员的时候 我是当团的宗教 民进党团的宗教 民进党团的宗教 他刚来做立法员 我在做立法的时候 郑文灿刚来立法员做主力 尽管历练丰富 但郑保卿参选桃园市长形同脱党 掀起民进党内反对声浪 郑保卿自报 由大量绿营网军灌报他的脸书 一些民进党支持者还破口大骂他背负 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就有四五千东海外的账户 来攻击我的脸书 大家只要详细一查 就知道也有 面对民进党的攻击 郑保卿也毫不留情地 痛批民进党予以回击 我们希望更多人来响应 我们的新党外运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是很多年轻人 知识分子站在民进党对立面 这个对台湾来讲都是一个危机 对民党的信赖 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2022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 于8月29日起登记 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郑运鹏 当天一早就在现任桃园市长 郑文灿的推动下登记参选 抢得头香 桃园加油 9月1日上午 郑保卿也在支持者粗拥下 前往桃园市选委会 完成市长参选登记 郑保卿登记参选 宣告与绿营正式分裂 民进党9月1日中午 以新闻稿回应称 党员维继参选将依照 民进党公职候选人提名条例 以及纪律评议裁决条例 由民进党中央评议委员会 于10天之内从严益处 给予除名处分 民进党准备开闸 郑保卿表示绝不畏战 登记参选后 马不停蹄展开市政请义之旅 积极投入桃园市长选战 今天参选我们面对很多压力 牺牲难眠 其实我如果说很坦白 我只要留在民进党 看到什么高官货路 我都可以有 但是我不要 我不要 那不要的原因就是看到 我们整个轮上 9月8日下午 民进党召开中评会 一致决议开除郑保卿党籍 今天针对于郑保卿先生 他违继参选案 今天召开中评会 全体中评委一次通过 将郑保卿先生开除党籍 今天被开除了 我们很轻松 我也知道说 我不是抬头看上面 我是低头看人民 我知道人民的意志 才是最重要的 我为台湾 为陶宛努力 更重要 从刚才的短片可以了解到 郑保卿在民进党内的资历 是很深的 而且历练丰富 涉足政商学界 我们先来请教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 邱毅教授 据说在桃园政坛和郑保卿 相同辈分 仍然在第一线打拼的 现在只剩下郑保卿一个人了 而郑保卿想要选桃园市长 民进党内几乎是人尽皆知 但是为什么从头到尾 民进党就没有把郑保卿 看在眼里呢 郑保卿出道得很早 他确实是非常资深的政治人物 郑保卿一直很想 重新跃上政治舞台的核心 想选桃园市长 可是为什么民进党不重视他 我归纳成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郑保卿是陈水扁的系统 而陈水扁没落以后 他又抱上了赖清德的大腿 这个正好跟蔡英文的政治利益 正好是抵触的 蔡英文在桃园要培养的重新人物 叫做郑文燦 而郑文燦跟赖清德要争 2024年 所以他跟蔡英文 跟郑文燦是处于对立面的 以蔡英文跟郑文燦 这么专精政治斗争的人 他怎么会把一个 已经过气的 已经老的 而且站在对立面 抱赖清德大腿的郑保卿 把他提拔到桃园市长的宝座呢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郑保卿那个时候 在台原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面 他惹出了很多的弊案 还是被我揭发的 而郑保卿也因此下台了 也就是说郑保卿 他的污点很多 如果民进党把郑保卿 推上台面 代表民进党去选 桃园市长的话 那民进党 就等于把头伸过去 让国民党砍 这也是民进党 自始至终 不敢碰郑保卿的原因 第三个 郑保卿是资深没错 他也是桃园在地人 可是郑保卿的实力 有他吹牛的那么强吗 因为郑保卿后来的阶段 都去做生意 而郑保卿的人既小气 又刻薄又吝啬 又无情无义 所以在桃园基本上 他地方会支持他的人 根本不多 大部分跟他围绕在一起的 都是利益共同体 基于利益而结合 所以就民进党来说 他根本没有把郑保卿放在眼里 而且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的基本盘 是比国民党的内聚力要更强的 很多离开了民进党 以后想要自立门户的 实力最强的人 就是在高雄县 当过十年县长的杨秋新 以杨秋新实力这么强 在高雄县经营了十年以后 那么长的时间 可是离开了民进党以后 民进党的基本盘 他一票都拿不到 这就是民进党的属性 这跟国民党完全不一样 国民党票会随着人跑 而民进党的票 只会跟着党走 不会随着人跑 这就是民进党的特性 所以民进党一直没有把 郑保卿放在眼里 这是一个三个最关键的原因 民进党在桃园的这盘棋 被外界称为是三政乱桃 我们来看 现任市长郑文灿主政桃园 近八年 但是没有具体的重大建设 郑运鹏追随蔡英文 也被称为是力挺抄袭的人 那郑保卿呢 他宣称啊 自己比其他的参选人 都要了解桃园 但是他的桃园市长梦 也充满了坎坷 我们来请教国民党政策会 前执行长蔡正元先生 郑保卿是桃园的在地人 他又是客家人 您认为他参选的优势在哪呢 又能够拉走谁的票呢 没有错 这一次的桃园的市长的选举 的确是风云变换的非常的快 我们知道桃园在台湾来讲 是面积相当辽阔 有山地 有平原 有海滨 蛮复杂的一个地形的 而且他的选民的结构 也非常的复杂 靠北桃园的部分 就是桃园的北部 以桃园的市为中心的话 那就是大部分是闽南人 然后以这个桃园的南部 以中立为中心 大部分又是客家人 然后靠近山区的 因为那边有一个农潭 农潭地区长期以来 就是军方的一个所谓的 陆军总部所在地 那又有军方的一个科研机构 就专门在做导弹飞弹的 这个所谓的中山科学研究院 所以就有大量的军工教人员 在那一边 而比例上也大部分是外省级的 还有因为桃园是新兴的工业地区 有很多的企业进逐 那也引进了很多很多的外地人口 那这样的一个选民结构的话 对于这些从来没有在桃园居住过 待过工作过的人 突然间要选桃园市长 的确是阵脚非常的薄弱 真的在桃园长大 而且是属于南桃园的客家人的郑宝清 从桃园市一个乡镇长先干起 在桃园市选上了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 选上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 他的表现没有特别的亮丽 但是在服务选民做得非常的勤快 只是上一次不小心就输给国民党的万美龄 败下阵来 这个也就是说 他因此就被民进党晾在那一边 觉得他年纪稍大了一点 觉得他能力稍差了一点 但是忽略掉了 他真的有高度的代表性 一代表桃园真正的本地人 而且还是人口的大多数 第二个代表桃园的客家人 那因为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 都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 就是说原则上先找当地人来选 那当地人就找这个闽南人跟客家人 轮流来选 那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 再找其他人来选 那如果郑宝清来选的话 很明显的 他可以拉走 第一个就是过去一直都 投票支持民进党的客家人 因为这些客家人觉得民进党欺负他们 竟然不提名客家人 还提一个外来的郑运旁 所以客家人相当不服气 这一部分原来是民进党的选票 客家选票会被郑宝清拉走 第二个就是民进党里面有一股 对于蔡英文相当不满的人 这里面包括支持赖清德的人 也包括很多桃园 以前是属于许信良系统的人马 那这些人对蔡英文的领导相当的不服气 对制度的破坏 那对于所谓他们当时所讲的 要清廉勤政爱乡图 他们觉得蔡英文这些人都不符合这个标准 所以这个一些所谓的 比较接近民进党的中间选民 也应该会跑去支持郑宝清 所以也会削弱了郑运鹏的得票数字 郑宝清表态参选的时候就痛批民进党 也表示要找回民进党的所谓创党精神 开展所谓新党外运动 对此就有舆论认为 郑宝清这么说 无非是台湾政客最擅长的说漂亮话而已了 但是这几年来 不只是民进党的创党大佬逐渐的凋零 不少的终生带骨干也分裂出走了 我们来请教邱毅教授 已经创党36年的民进党 您认为到底还有什么创党初衷 和政党的价值可言呢 这几年下来 民进党所强调的 青年 勤政 爱乡土 这七个字 在陈水扁的贪污之下 青年已经破产了 而到了蔡英文时期 他专稿民粹 专稿网军 控制媒体 控制舆论 他已经没有勤政了 所以到了蔡英文时期 所谓的青年 勤政 爱乡土 全没有了 蔡英文执政哪有顾及到台湾的尊严呢 哪有顾及到台湾的利益呢 他抱紧美国的大腿 抱紧日本的大腿 美国要挟什么 蔡英文就给什么 明明知道台湾现在财政很困难 美国要求说华航去买波音 787客机24架 蔡英文也点头啊 这要花多少钱 要花将近百亿美元啊 蔡英文年这样的一个大礼 都可以送给美国人 你说他有爱乡土吗 所以民进党创党所说的 青年 勤政 爱乡土 经过了陈水扁到蔡英文 已经荡然无存 现在的民进党就是争权夺利嘛 就这一点来说 我认为郑宝钦的批判是对的 但是如果说 你要讲郑宝钦出来了 就可以挽救让民进党 回到创党精神 回到初心 我认为完全没有的 而郑宝钦标准就是一个投机人物 为什么 郑宝钦过去的选举 是靠向陈水扁的一边一国 大家不要忘了 他仍然是台独的铁杆台独分子 他是个标标准准的 投机的贪腐政客 这样的人 能够把民进党带回创党精神 能够找回民进党的初心吗 我是高度质疑的 郑宝钦宣布参选桃园市长 为桃园选情丢下了震撼蛋 而绿营分裂 国民党的选情 就会变得乐观了吗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继续台湾新闻脸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 我是爱科主 本期节目 我们聚焦台湾年底 九合一选战中 陷入四方角力 选情诡诀的桃园市长选举 民进党籍前名代 郑宝钦以无党籍身份 登记参选桃园市长之后 桃园市长争夺战 可谓是四强争霸 目前人气最旺的还属国民党 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 而他也成为了绿营攻击抹黑的主要目标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8月30日召开记者会 指控张善政在担任宏基公司副总期间 以计划主持人身份 向台农业部门申请三年研究计划 经费达5736万元新台币 清律媒体爆料称 该报告内容充满抄袭 且未注明出处来源 在2009年的子报告中 60页有29页将近一半 都与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 在2006年委托台公园院执行的报告雷同 消息一出 民进党发言人谢子涵随后发声明称 张善政应向民众道歉并退选 否则就是间接承认自己是个伪善超人 桃园市长郑文灿则表示 这不只是抄袭问题 还涉及贪污纳税人的钱 不只是诚信问题 这事情非常严重 我们没有回避说这个资料是来自于哪里 我们把那份报告的名称有详细列出来了 诸作权法第50条第52条 都已经容许合理的使用了 所以不是抄袭也不是剽窃 是合理使用 张善政先生身为副总 他是计划主持人 可能他当时也有业绩压力 用这种方式来跟政府来做不当的获利 这5700多万就是一个easy money 那5700万的经费 如果有一块钱掉到我口袋 我就退选 针对这起风波 洪基也发出声明表示 自2007年起 三年执行台行政机构农业部门 农业电子化发展策略分析与规划计划专案 除了报告之外 还举办研讨会及座谈会等 顾虚引用相关文章完全经得起检验 而台农业部门却态度暧昧 请当初研发单位的 人机管做一些书面的说明 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 我们逼对的东西都是一个现象 而不是去判 还没有达到判断 所谓的吵极的结果 台农业部门含糊其词 让蓝莹质疑 根本是配合演出党乌贼战 绿莹现在攻击张善政的策略呢 就是先抹再说 至于事实的结果如何 他们一点也不在意 呼吁有关单位呢 不要配合特定政党 再办理事情 9月1日上午 张善政在桃园市议会议长 同时也是他竞选后援会会长的 邱毅盛等人陪同下 完成参选登记 张善政还在现场反击绿营抹黑 说我是假盗学 我想有这么多清楚 明白的事情要摊在前面 他不知道是笨还是坏 如果被政党拿钱 我罗志杨造出来叫他退选 如果张善政没有拿钱 张善政你要不要退选 结束登记后张善政表示 他决定以送纸包 然而绿营依旧炮火猛烈 继续指控张善政 在2020年大选期间 用维安车队接送非维安对象上下班 而接送的对象 就是时任韩国瑜团队发言人黄曼欣 发料的内容 基本上都有照片来进行佐证 相关的人也只身历历 一定要最快的时间做出行政调查 这是空穴来风 完全没有这回事 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评论的 在不影响路线 在不更改任务前提的情况之下 极少次数送同仁到距离台北车站 较安全的地方下车 蔡英文今年1月 搭乘空军1号到台中去助选 这算不算乍零吃彩 随着选战升温 各种负面消息猛增 张善政似乎早有预料 还事先给太太打了预防针 听说他们要打我什么绯闻不绯闻的 什么小三等等的 那个就再看看他们到底要讲什么事情吧 我很好奇 太太我刚才讲过 可能有人打说我有外面小三什么绯闻之类的 他听我气死了 因为桃园选战 绿营分裂就有舆论认为 国民党参选人张善政的选情 因此就更加乐观了 但是我们看到 尽管张善政目前的民调 暂时是领先于其他的参选人的 但是也面临着绿营的强烈攻势 我们来请教蔡先生了 民进党现在把所谓的 抄袭贪污的污水泼向了张善政 您认为张善政能够应付得了吗 没有问题 张善政应付得非常的理想 其中有几个关键 第一个民进党拿所谓的抄袭 这些字眼来攻击张善政 不过就是因为张善政 当年在宏基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时候 宏基公司曾经向台湾的一个农业主管单位 承包了一个叫做农业电子化的工作 这个工作就要收集世界各国农业电子化的材料 然后在不断的举行很多场的研讨会 来教导这些农业地区各地的农民跟干部们 如何了解以及如何运用这些农业电子化的方案 那这个整整经过了三年的时间 那三年的时间里面 也写出了一些研究的报告 那民进党就指控他说你看你看你看 你这研究报告抄袭 这很荒唐 这研究报告的本意就是要收集各地的材料 来供这些农政官员跟农民们参考 这哪是抄袭 这个基本上都是需要收集这个材料 而且研究报告又不是学术论文 哪有什么抄袭不抄袭的问题 第一点 第二点 这跟这个张善政什么关系 第一个张善政跟农政关系没有任何契约关系 他们想要把这个抄袭的名号 从林志坚身上要把他带到张善政 张善政回应得非常的好 而且更重要一点 他们不断的谈抄袭 反而提醒选民去记住说 民进党曾经提名过林志坚 因为抄袭而退选 这反而对郑运鹏以及对于郑文燦不好 因为郑文燦就是拉拔林志坚的人 所以他是拉拔抄袭的人 而曾孕鹏在林志坚发生论文抄袭事件的时候 不断的对外开媒体招待会 不断的帮林志坚辩解 所以他是挺抄袭的人 一个拉拔抄袭的人 一个挺抄袭的人 那一定会被选民所看不起的 所以用抄袭的名义 再来无厘头的去攻击张善政 那就是张飞打岳飞 一点用处都没有 在林志坚论文惨遭双杀之后 按理说民进党是最没有资格谈诚信的 但是我们看到今年的选战 抄袭俨然成了一个高评词 有舆论因此就质疑 民进党是想要制造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氛围 那么邱教授 您认为民进党如此就可以淡化 全党挺抄袭的恶民吗 您是如何看待民进党操作的所谓乌贼战术呢 今年的九合一选战非常的low 我认为是有史以来格调最低的一次选战 当国民党一打民进党林志坚假硕士 硕士论文抄袭 最后林志坚退选 当时我心里就在打鼓 接下去要变成民进党 接发国民党台面上要选举的选将 果然没错 论文抄袭成为这一次选举 在打泥巴战 在趴粪战的一个主调 一个九合一选战最后沦落到 都在谈论文抄袭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问题 我把事情追溯一下 李登辉在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后 特别重视学历 每次要提拔新人 总是要问你 你有没有博士 以博士为上 没有博士也要有硕士 两个比一个更好 所以才会造成每一个人 都去做学历的洗白 都去做学历的镀金 然后紧接着台湾的重大学 都在搞硕士在职专班 然后吸收了一堆 蓝绿的政治人物来念 在职专班 在职专班里面老师就放水 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学观 学观勾结的严重的现象 所以今天那一些经历过 所谓的硕士在职专班 或博士在职专班 而拿到硕士与博士的 说实话 只要严格检验 随便往天上开一枪 都会打到一只鸟 也就是因为如此 所以今天才会形成的一个 硕士论文抄袭 打泥巴战 打毁灭战的 一个这种选举的生态 这种选举生态 只能告诉你 台湾现在的选举的场域 太low了 好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继续台湾新闻脸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 我是艾科竹 本期节目 我们聚焦台湾年底 九合一选举 桃园市长这一仗 目前桃园选情 诡诀 不止蓝绿死杀激烈 台湾民众党也在其中 暗暗决力 桃园市长选战 郑保卿宣布参选后 外界旅传 清白河的消息 台北市议员 秦惠珠 8月29日 在市政总质询时提及 台湾民众党 选战小组召集人 蔡碧如曾说 一直有与郑保卿沟通 因此外界也在猜测 台湾民众党 是否会用郑保卿 取代赖湘玲 对此台湾民众党主席 台北市长柯文哲 连忙否认 这件事情都是 我发现都媒体 常写一道 我都觉得很奇怪 怎么连我都不知道 没有这回事 因为既然赖湘玲 是我们提名的 他就是应该是市长候选人 柯文哲强调 赖湘玲是台湾民众党 提名的桃园市长参选人 不会挣钱换将 所以不会挣钱换将 没有 不会跟郑保卿合作 合作如果人家来帮忙 我们让跟他说谢谢 对 那为什么蔡壁如 他现在是你授权 他管党务的 他说一直有在谈 这几天会有结果呢 我不晓得 也许还是他每天都在 打屋这一战 我不晓得 这个要问蔡壁如 因为他现在没有在市政府 不归我管家 外界传得盛销尘上 不过在赖湘玲登记参选后 双方整合宣告破局 市民不再需要在蓝绿之间选一个比较不烂 如果你不喜欢 但是你还是含泪 含恨要投下去的候选人 我们请教蔡先生 围绕桃圆市长选举 台面下是否有所谓的 清白河的合纵连横呢 又为什么会无疾而终 所谓的清白河 就是郑保卿脱离了民进党 用五党级的身份参选桃圆市长 结果民众党 柯文哲这个时候在桃圆市长 也不甘寂寞 提名了他的一个重要的干部 也是立法机构不分区的民意代表 叫赖湘宁来参选 赖湘宁来参选是 很早就提名定案了 那有传言说 柯文哲的人马想要说 哎呀干脆就找郑保卿啊 来跟赖湘宁啊 来组成一个战斗的团队 一起来参选 那改提名郑保卿 然后不让这个赖湘宁来参选 这个问题的确是有在考虑 但是后来两方面研究结果 可能目前是相当的不适宜 不适宜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郑保卿拉得到的选票 跟赖湘宁拉得到的选票 是结构上完全不一样 没有办法一加一等于二 搞不好一加一还少于一了 那理由在什么 理由就是说支持郑保卿 大体上都是本地人 而且呢曾经投票给民进党的一些 所谓的中间偏绿以及绿营的人士 那投给赖湘宁呢 那基本当时属于外来人口 那外来人口呢会投给赖湘宁呢 数字比率也很低 所以也没有两方面合作的效应 怎么说比例很低呢 第一个赖湘宁虽然是客家人 但是他不是桃园的客家人 他是桃园跨过新竹 更南边的苗栗的客家人 那他跟桃园是一点渊源都没有 也没有住过桃园 也没有在桃园工作过 纯粹的外地人 所以要劝退他容易 可是郑保卿觉得 我这个时候挂你民众党的党籍来参选 一点意义都没有 倒不如他用五党籍参选 那最后关头 柯文哲来支持这个郑保卿 这也是一种清白河的一种方式 所以清白河虽然台面上 看起来是无奇而终 不排除在最后几个礼拜的时候 民众党反过来呼吁他的支持者 改投票去支持郑保卿 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目前还在发展当中 我们就慢慢地观察形势的发展 这场桃园选战外界就分析了 也牵扯到了民进党内2024的选战布局 这一方面呢 郑保卿之前因为挂上了信赖看板被热议 后来他跳出来参选桃园市长 不少人就质疑 这背后是不是赖清德受益的呢 而另一方面 桃园的选举结果 也会牵动郑文灿的政治前途 如果败选了郑文灿的2024之路 恐怕艰难 那我们就请教两位了 如何分析桃园选战对于民进党2024布局的影响呢 事实上民进党内部对于2024的布局的竞争 斗争已经相当相当的激烈了 这个激烈要从2020年蔡英文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 时后讲起 在他赢得领导人之后没多久 他曾经宴请一位媒体界的人士 这个媒体界的人士 他的名字叫做炼台生 他是台湾绿媒绿色媒体的 所谓的年代电视 一电视的老板 那席间里面 蔡英文没有谈什么正事 导致他旁边 这两位所谓的亲近幕僚 不断地在席上提赖清德的不是 这一位年代电视的老板 当然心知肚明心领神会 回去了以后 就马上交代年代电视跟异电视 从此以后要封杀赖清德 出现在新闻媒体的面前 那蔡英文会这么做 那表示说两个人的内心的矛盾 实在是已经无法化解了 第二个前一段时间 一直疯传 蔡英文把陈建仁 把他找出来 蔡英文就是安排陈建仁 来跟谁 来跟赖清德竞争 2024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民进党的提名资格 当时蔡英文认为 他要至少要布两个旗 第一个最重要 他想要拉拔郑文燦 来接替他的职务 来竞选2024的领导人的工作 可是郑文燦能力很差 曾经闹出了疫情扩散的事件 再加上林治坚的事件 他基本上已经几乎跟2024年 已经绝缘了 那即使是如此 蔡英文还不甘心 他希望有两张牌 一个是郑文燦 一个是陈建仁 可以来围攻赖清德 就没想到郑保卿跑出来 郑保卿挂出一个招牌 写信赖 那就表示什么 郑保卿是支持赖清德的人马 没有错 郑保卿还真的是支持赖清德的人马 换句话说 人们就判定说 郑保卿是为了赖清德 出来怎么样 要让民进党的郑运鹏落选 落选了以后 郑文燦的声望会更加低落 民进党如果在今年的地方选举 大败 蔡英文必须要辞掉 民进党党主席的职务 不能再干预民进党领导人的提名 这个时候赖清德出现几率更高 那郑保卿当然就立下了汉马功劳 所以拉下郑运鹏 伤害郑文燦 是郑保卿被解读的一种政治策略 第二个民进党里面 蔡英文应该也会动员强力的反击 所以他为什么要部署陈时中 为什么要部署很多的人马 而且要对国民党掀起惊涛骇浪 这个血流成河的死法示众 他的目的只有几个 他在做困兽之斗 那困兽之斗 他也在观察 想要让赖清德 也没有上位的机会 所以两个人可以说各怀鬼胎 那他底下的屠众 也斗得你死我活 所以这场大戏 现在刚刚开始 这一次蔡英文取消了民进党内部的初选制 完全采取征召 蔡英文为了平息 大家对他前刚独断的独裁的质疑 所以他成立了一个选对会 叫做选举对策委员会 而选举对策委员会里面 最重要的核心人物 除了蔡英文 以及他英系的头头陈明文以外 最重要的人就是赖清德了 赖清德在选对会里面 一再的推荐桃园郑宝钦 可是郑文蔡认为 郑运鹏的民调支持度 要比郑宝钦高得多 所以最后蔡英文就没有用郑宝钦 而这个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斗争 其实就是蔡英文加郑文燦 与赖清德之间的斗争 也就是说各有代理人 郑运鹏就是蔡英文郑文燦的代理人 郑宝钦就是赖清德的代理人 现在第一回合郑运鹏出现 郑宝钦被开除 所以第一回合 是蔡英文加郑文燦赢了赖清德 那现在就要看选举的结果了 如果选举的结果 郑运鹏输掉了 那这个时候郑文燦笃定要负起责任 所以郑文燦跟赖清德 未来的2024的之争 赖清德笃定赢 那蔡英文也要背起责任 因为是他征召的 他主导征召的 如果郑运鹏赢了 那蔡英文就不跛脚了 他就站稳权力的高位了 而郑文燦呢 也因为有了战功 所以对于参与2024大选的门票的竞争 郑文燦有利 所以这一次桃园的选举的结果 非常的关键 因为他会影响到民进党党内权力的分配 以及蔡英文会不会跛脚 甚至牵扯到赖清德跟郑文燦之间的权力之争 当然也就是会影响到 民进党的2024的大选 到底要推谁来代表民进党 角逐大选的位置 所以他是牵一法而动全身的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桃园的选举如此之关键 为什么这一次桃园里面 郑宝钦跟郑文燦的双政之争 会形成这么受到大家瞩目关注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是 好的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